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主要是要跟大家介紹在如何在家練習 那假設你在家有張桌子 那桌子的高度大概接近你的大腿到腰部的位置的話 那這個高度其實跟外面球場的高度其實是非常雷同的 那假設你已經自己買了一支球桿 那有時候不方便外出打球 因為可能要跟朋友約才會去打 那你可以自己在家做一些練習 讓朋友稍微為之驚豔一下說 你也沒在打,平常也沒在練啊 怎麼會突然又進步神速了 那這個是在家可以練的一些東西 那首先要介紹的是運肝之前 之前有跟大家講過握肝的位置 那握肝的位置會隨著你的身高不同 你的手長度的不同 然後你握肝的位置都會不太一樣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方法去確認自己的握肝位置 那首先你可以將你的手長打開 然後從球肝的皮頭到上面的位置 大概固定這個長度的位置 那把左手也就是你架肝的手 先把它固定住不要動 然後呢 接下來你把左手向你的另外一方伸直 稍微伸直啦 不用到全部打直喔 就稍微伸直 因為這個是你的架肝長度喔 那你的右手 假設你的右手的角度 也就是手肘跟手臂的角度小於90度的話 那表示你握得太前面了喔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這個角度小於90度 那就表示你握得太前面了 那前提是說你這邊 你的左手是打直的狀態 然後是預留一個大概一個手掌 一個手掌這樣寬度的 這樣比這樣寬度的長度喔 如果你是小於90度的話 這邊小於90度的話 那就是你握得太前面了喔 所以你這時候 那記得你的左手都要打直了 所以你這時候要調整到 接近 讓這個角度接近90度喔 所以大概就是 以我的身材來講的話 大概是這個位置喔 那你這樣子在做運幹的時候 才有辦法 完整喔 你就是這樣子運幹的時候 才有辦法完整 要不然的話 如果假設你握這麼前面 然後 你運幹的話 可能就會這樣子 這我相信很多 初學者都會犯的 就是有時候都會這樣子喔 就是握得很前面 然後這樣 要瞄球了 然後往後拉的時候呢 就拉超過了球竿的長度喔 所以這時候你就應該要 調整你的握竿的位置 要把它往後移喔 然後再出竿喔 這樣才是一個適合你的長度 所以你一旦知道你自己 大概握在哪個位置的時候呢 其實要記得是 就不要輕易的去變換位置喔 因為基本上來說 身體要需要去習慣一個你延伸的長度 就是身體延展的長度 一旦習慣之後就可以固定下來了 好 那這是第一點喔 那接下來 第二點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呃... 運幹喔 那像在家裡可能 有些人家裡沒有母球喔 所以 所以可能要找一些替代的方法 來 來假想是母球喔 那像這個的話 這個是 這個我相信可能 大部分人都有 這只是那個隱形眼鏡的保養液而已喔 那它的寬度跟 跟母球寬度其實 呃...很接近 蠻接近的喔 所以假想這個就是母球喔 好呢 到底該怎麼樣 剛開始學 我不知道該怎麼樣練運幹的話 那一樣喔 就是剛剛 剛剛的方法 先將手掌撐開喔 所以這個大概是你要架幹的位置 這個大概是你要架幹的位置 然後這時候再 對著 對著母球喔 就這樣子下去對著母球喔 然後 剛剛你 剛剛知道的位置 呃... 知道你握幹的位置之後 然後就把它握著 然後 身體要延展開來喔 左手要 盡量伸直一點 然後這時候這樣子練 這樣子練運幹喔 那如果假設說你覺得這個長度好像太近的話 你可以稍微 把它加一點點寬度喔 所以大概是在這個位置喔 這個位置 然後... 然後趴下去之後 然後手握好 然後這樣子練運幹 那基本上如果假設你要確定自己的動作完全標準的話 你可以試著趴下去之後 趴下去之後 好... 右腳要踩所以你們兩個準線喔 然後左腳是向左前方延伸大約... 兩個腳掌的寬度喔 然後... 剛剛記得的位置 握幹的位置 然後... 身體趴下來 然後做運幹的動作 那這個有幾個要點要注意的是 第一個你的手臂 之前有提過 是垂直的抬起來喔 就是... 這是瞄準線的話 是垂直的抬起來 不要抬歪的 不要往外撇 不要往內凹 是抬起來的 然後手握幹的重點就是 手是握...幾乎是握空的 無名指跟小指只是輔助用的 所以握幹的時候 可以稍微放輕鬆 讓無名指跟小指 可以稍微鬆開來 然後你的手臂是直上直下的 這個是運幹的時候 比較練習需要注意的東西喔 好...那一旦你手吸之後呢 你已經手吸運幹了 那你可以繼續做一件事情喔 也就是...去習慣運幹的節奏 好比說 當你趴下去之前呢 你可以先這樣子 就在站著的時候 就先這樣子做這樣子的動作 那有些職業選手 或者是說有些 高手的話 他們打球 有時候打球之前 也會有做一些這些動作 那這個動作就是 讓你有一個小暖身喔 那一旦你OK之後呢 就趴下來 大概是三下提一次 三下 運三下之後提一次 稍微有個頓點 停住之後呢 你就可以試著出肝喔 那這樣大概是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出肝動作 好...那這個是你在家裡其實... 可以稍微練的部分喔 自己的書桌啦 或是你有一個接近 腰部的高度的桌子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子做練習喔 那好...那另外一個 呃...瞄準 因為通常你... 當愛子取的時候 會需要有一個瞄準的動作 那我手邊這個是... 這個是...呃... 皮頭的... 像是保護套啦 就是說...呃... 因為通常你... 插完巧克... 在球場插完巧克 要收集你的球袋的時候 那你的這個... 皮頭的部分 可能會把球袋弄髒 所以就有人發明了這一種... 這種...呃... 皮頭的...呃... 保護套喔 那我這邊手上剛好有兩個 那所以呢... 你可以... 做一個練習 就是... 將這兩個... 保護套呢... 擺好了之後 想像這兩個保護套有一個直線喔 那這個直線的話 就是你想像母球跟子球的一個直線喔 那你可以... 做一個這樣子的練習就是... 然後就趴下來 瞄準... 母球跟子球 然後練韻竿 大概是三下一個頓點... 三下一個頓點... 然後眼睛直視... 注視了...呃... 這兩個保護套的連線喔 去想像有一條直線 是把他們兩個連在一起的 好...那這個大概也是一個... 可以練習的東西喔 那另外一個是比較剛好的 是說... 我家的這張桌子呢... 呃... 兩邊它剛好有一條... 都有直線的紋路喔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這個直線的紋路 來看看我粗竿有沒有直喔 好...那以上就是... 大概是這樣子的情況 那在之後的話... 之後的影片的話... 會教大家大概怎麼瞄準喔 也就是說怎麼樣用... 呃...厚薄度的概念 我個人是用厚薄度啦... 那有些人是用家鄉點... 那這兩個方法都會... 在下一個影片做介紹... 好...那以上希望對你有一點幫助... 謝謝大家...再見喔... 好...